三大危机砸向乌克兰 普京在金砖峰会上轻松公布冲突进展 美西方紧急批准援武贷款 这会是泽连斯基最后的希望吗 俄乌冲突似乎撑不过这个冬天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乌克兰正在面临三个无法忽视的重大危机 首先就是国家的战争潜力几乎损失殆尽 所有的重工业都被俄军炸毁 电力系统也出现了大面积瘫痪 这两个情况就足以让乌克兰的武器制造能力趋近于零 更别说由于逃难 人口还减少了三分之一 再加上内部官员的贪腐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这就导致招募新兵的工作无法再进行下去 另外就连经济也遭到了重创 据说现在连前线士兵的工资都发不起了 乌克兰要面临的第二个危机就更加严重 乌军前线大量的防御阵地已经被俄军突破 前些时候已经有不少乌克兰军官告诫当局 要做好打首都保卫战的准备 近日乌克兰情报部门又发现 俄军在扎波罗日方向积接了20万大军 这座城市可是乌克兰南部地区的关键枢纽 一旦失守那么俄军拿下整个南部将一辱反掌 据说乌克兰首农唯一的港口城市奥德萨也快要保不住了 这会导致大量的西方雇佣兵失去信心 进而选择不再跟乌军共同作战 因为这座港口城市是大部分西方雇佣兵撤离乌克兰最合适的地点 虽然第三个危机没有前面两个那么严重 但也绝对不容忽视 那就是前线士兵逃跑的问题 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 乌克兰军方近期还下达了一个愚蠢的命令 竟然同意驻守在某些阵地上的精锐部队提前撤离 这导致其他部队在没有收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 同样也选择了撤离阵地 这个消息一旦传开 那么乌军士兵逃跑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 就算乌克兰军方派出督战队 失去士气的部队很可能在与俄军交战时 一出即溃 面对这种大好局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参加金砖峰会时 公布了这场冲突的进展 并且还认可了金砖各国对结束冲突而做出的努力 看普京这种轻松的态度 应该是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所以接下来是继续打下去 还是开启和平谈判 恐怕都有俄方做主了 当然挑起这场冲突的幕后黑手 美西方国家肯定不愿意看到 俄乌冲突以这种形式结束 近日美国政府宣布要再给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欧盟理事会也紧急通过了一份援武法案 同样要给乌克兰提供350亿欧元贷款 据说这些贷款都会在今年年底前到达乌克兰当局手上 大部分西方专家都觉得责连自己终于是等来了最后的希望 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无论是美西方还是乌克兰内部都有大量的官员在中保私囊 所以这些贷款到达乌克兰手中到底还能剩多少 我深比较怀疑 而且现在距离年底还有一个来月 吴军是否能够通过这个空窗期 那就留给大家自行判断了 好 这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